欢迎收听 刚刚这首歌 我竟然努力在听它的歌词 然后我最后面终于凑到了一句话 叫做为你的寂寞唱歌 我唯一听得懂的就这句话 那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 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寂寞 那当寂寞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脱轨的事情出现 这礼拜有一个 因为各大学其实都进入了迎新活动 很多的学生开始都进入学校 我记得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好久了 二十年前吧 二十几年前 我们在办大学迎新的时候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迎新树荫 然后大概就是什么迎火晚会之类的 那种活动而已 不过现在来讲 有一些大学 他在办迎新活动的时候 不是校方办的啦 是各系的所谓的系学会在办 那么在办一些迎新活动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 其实新生 新生在这个迎新的时候 被要求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那这些特别的事情 可能让这些新生不是很舒服 那包含说 比如说要求男生或女生 把自己的贴身衣物脱掉 或者是呢 要求要喝下别人所吐出来的水 那这样的情况 让很多人觉得很不舒服 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比较 奇特的指示啦 包含说要求这个 可能这些干部 办迎新的干部 会要求说要玩游戏啊 然后输的人呢 就可能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 像是把番茄酱涂在 别人的牙齿上 然后再要求另外一个人 把他舔掉 那这些行为 事实上来讲都蛮匪夷所思的 其实我很好奇 这些想象从哪里来 但是不管从哪里来 这个东西对于玩的人来说 他不见得觉得很舒服 但这样的一个 这种类型的迎新活动 其实在很多大学里面 不管是国内或者国外 其实都曾经出现过 类似的情节 那玩过火的可能很多啦 不过这些活动 如果我们从所谓的 法律的观点来看 它可以衍生一些问题 那这问题当然就是 如同很多人 有疑问的一件事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啊 这到底是性骚扰 那如果是性骚扰的话 是不是符合 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的 相关规定 那这份其实在 法律的观点来看 我们要先回归到 性骚扰的定义 性骚扰呢 有处罚的部分有两种 那事实上来讲 他还有另外一个 以前的太阳 叫做强制猥亵 那等一下再来讲 性骚扰的部分 事实上来说 言语上算不算性骚扰 言语绝对是 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事实上今天有一个 朋友来找我聊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跟他劝告 我说 这种事情公司处罚 你真的是刚刚好而已 因为当你身为一个干部 你在公开场合里面 做简报的时候 不管是对下属 那你比较轻松 或者是对同事 觉得可以随便讲讲话 这边在公开场合 讲话的时候 其实就必须要 特别注意你的用字潜质 你不能像那个 美国总统 参选人 共和党那个川普一样 讲话就是肆无忌惮 然后被人家录下来 之后放出来才说 哎呀 这是衣柜间里面的谈话 有时候就是 衣柜间里面的谈话 当然OK啦 但是当 我们不晓得对方 到底有没有录音 或者对方 到底有没有什么意图的时候 很多私人的讲话 其实都不是相当适当 那这部分呢 言语上的性骚扰 其实这 在目前的法律规范里面 大概就是罚缓 也就是说呢 县市政府主管机关 他会针对这个部分 给讲话 开黄枪的人一些发唤 那当我们讲说 到底什么叫开黄枪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 谈到性啊 谈到 令那个 越听人 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这有可能就是黄枪了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越保守越好啦 因为有时候 不需要去讲这种东西啦 讲话我们就是就事认识 不需要去 提到一些比较特别的 一些所谓的性暗示 那么如果跟对方不熟的话 有些话甚至 越少讲越好 因为就文字 就言语 这些部分都有可能构成 对方的不愉快 而认为这个是性骚扰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 行动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真正去碰触到 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 那就有一些问题了 这个部分呢 就会涉及到比较严重的 叫行责 那很多听众朋友 在疑虑的就是这一点说 像这一次的校园 这样的一个事件 算不算性骚扰 这部分我想 如果就法规的内容来看 是比较不算的 为什么 因为就性骚扰防止法 第25条的规定 它是说 如果是亲吻 拥抱 或触摸 而且是基于性骚扰的目的 做 碰触别人的 臀部 或胸部 或其他隐私部位的时候 那这时候 就会算是 所谓的性骚扰 但是呢 这个部分 其实就本件来讲 它到底有没有 涉及到 所谓的 亲吻 拥抱 触摸 别人的隐私部位 而且是 趁人不备的时候去做 我想这个 在构成要件上 我们是很严格的 并不是说 碰触到 就算 它必须要是基于性骚扰的目的 那么 也不能够是 所谓的 只要是碰到身体的 任何一个部位都算 它必须要符合是 隐私部位 或者臀部 胸部 所以这个地方上面 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呢 应该比较不算 所谓的性骚扰防止法 里面规范 可处两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 这样的设计 那事实上来说 就本件案子来讲 它比较类似的 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所谓的 强制罪 强制罪 那一个是 所谓的强制猥亵 这两个部分 会比较有可能 那事实上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当然 比较常碰到的 不会是这两种 比较常碰到的是 所谓的性骚扰 刚刚讲这种情况 而这种性骚扰的情况 如果一旦发生 其实很多 听众朋友常会反映说 不容易去做矩阵 但是在我们接触到的 职场生态里面 其实如果说 有这样类型的性骚扰 事实上都会 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法 所以如果当有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千万不要鼓喜 就要准备收证了 这个收证 其实不会很困难 因为 这些人往往都认为 自己不会被抓 而且认为自己这样做 其实没有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 一旦有发生问题 一定要跟公司举发 由公司来做处理 这是比较妥当的 那当然自己的证据 一定要准备充分 否则很多时候 其实这种东西 会涉及到 权力方面的一些展现 那公司有时候 就会比较保护男生 或者公司有时候 会比较保护那个 施暴的人 因为他可能是总经理 可能是副总 可能是协理 那我们不过 就是一个小小的职员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这种 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一旦出现 公司很容易弃足保帅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证据如果不充分 可能就延伸很多的问题 当然啦 如果公司真的要意图斥案 他要把这个案子 整个把它处理掉 我想也不是相当容易的 因为 这不我们内部的程序不够 如果说我们自己有证据的话 直接走外部程序 向地检署提告 有这样肢体碰触的行为 还是有可能会违法 而且公司 也不能因为这样解雇 如果公司因为这样去解雇 受害人的话 这个部分还另外涉及 所谓的性别工作平衡法 等等的问题 那这段公司不只会被处罚 而且将来非法解雇的薪资 都要算给这个被解雇的员工 所以这部分相当明确啦 那么拿回来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子来讲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种 典型的性霸凌 这种性霸凌就是 我们小时候也常会遇到 这种情况就是说 会去故意去 更小的年纪 可能就是只有 基于好玩的原因 可能去拉扯女生的头发 或者说去谈女生那个 内衣的肩带 那那种情况 其实如果一对一 那种东西其实有问题 那有问题 如果是多对一 就很多人来欺负这个小女生 或者欺负这个小男生 例如说觉得他很娘 这种说法也是错的 性别没有所谓娘不娘 男生也可以很温柔 女生也可以很强悍 在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你说生理性别是什么 心理性别是什么 这个东西都可以交叉搭配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没有必要去讲 谁娘谁不娘 那这种东西 当你在所谓的 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 如果是多个人 多数人对单一个人 来进行这样的 这种欺负的行为 这种可能就已经 有性霸凌的情况了 那在这个本案当中呢 其他非常类似性霸凌 这种性霸凌 就是透过所谓的 集体意识 去让某一个 或某一些少数人 在性方面的一些行为 能够做让步 那这个部分就是 如我们刚刚昨讲的 他可能就会涉及到 所谓的强制猥亵 或者说甚至是 我们讲说强制罪 强制罪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让对方 行使他没有 义务要去做的事 或者妨碍他去行使权力 而且是用暴力的手段 去做的时候 那这个就 对心理产生压迫 那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当然 现场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 可是当这个 有些人 因为基于团体的压力 或者基于学长姐 对他们的大声的怒斥 因此认为 自己应该要去做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例如说把别人的水 喝过的水 吐出来 你要再把它喝进去 那这时候可能就已经 有所谓的强制的问题 这个部分跟我们常讲 老兵 淋虐新兵 或者是老人 淋虐新人 在公司里面 那个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我们讲 不涉及性方面的一部分 那如果涉及性方面的部分 例如说舔脚趾头 或者说是所谓的 我们讲说 脱掉自己的贴身衣物 这个部分其实在 性方面来讲 已经蛮接近了 那这个部分 如果说让 让这个 其他的新生 或者学长姐 去触摸到她的身体的时候 对对方产生 很不愉快的这种感觉 而且是在 大庭广众之下 基于团体的压力 同才的压力 甚至可能有 威胁恐吓等等的 这种方式 才导致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那当然这部分 可能就会涉及到 我们讲所谓的 性侵害 也就是强制猥亵的部分 那这部分 无论如何 对于孩子来讲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 一种压力 那但我们回过头来讲 因为这些都是 大学的隐形 大学生 大概目前来讲 都在18岁左右 那18岁 我们的刑法 应该负完全责任能力的年龄 是18岁 那么 如果他们满了18岁之后 其实这部分就可能会 涉及到 要以刑法来侦办 那目前 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法不入校门 事实上没有这一回事 因为 就一个法律来讲 它是普遍适用于 这个社会的 它只有年龄上一些 不一样的对待 因为这个年龄 涉及到责任能力的问题 例如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 14岁以下 没有责任能力 14到18 是所谓的 限制责任能力 18岁以上 就是完全责任能力 你这些部分 年龄的部分 把它厘清楚之后 事实上来讲 问题就比较 没有那么大 那就这些学生来说 如果他们都已经18岁以上 就是要负完全的责任能力 那只是说这里面的一些 性别平等教育法 或者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它会有一个通报程序 它会多一道这样的程序而已 就像我们之前 有谈过的那个 辅大性侵案 辅人大学的 这个心理系的性侵案 这个部分 它其实也有透过 所谓的性贫程序 去做一些处理 那这个部分 只是当然当中 有一些程序没有处理好 那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复杂的议题 就不谈了 主要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如果说就学校里面 校园发生的 它会有另外一套 所谓的通报程序 跟我们在社会中发生的 可能会比较不一样而已 但总之呢 当我们在做 我们一样行为的时候 它不会因为你的身份 是学生 是军人 是警察 是老百姓 是公务员 或者是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律师 法官 而会有不一样的对待 基本上来讲 在法律之前 是每个人都平等的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要不断的 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就是 你在学生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 可以犯错 犯的错 基本上来讲 一定会有人原谅 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去想 而是说 当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要尽量以同理心去理解 别人到底喜不喜欢这件事 如果自己是那个心生 会不会开心 自己被这样对待 如果呢 甚至我常讲 如果说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过来的啊 那 以前这样过来又怎么样 以前这样过来 难道 你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吗 这种东西有点像是 所谓媳妇熬成婆的概念 当我自己是婆婆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 在媳妇身上 受到的东西 我现在都要 一五一十的拿回来 那这个部分 当然对于 所谓的解决问题 或者说让 整个情况变得更好 并没有帮助啦 所以 在这个案子里面呢 事实上来说 如果 教育部 或者如果地检署要介入 并不是不行 只是说这个到底当时的 情况是什么 只有这些学生知道 可能要还原真相之后 才能够逐步的去厘清说 到底这个是符合所谓的 性骚扰防治法 还是符合刑法上的强制罪 或者符合刑法上的强制猥亵罪 这个部分都还不知道 只是说 这个部分 要提醒听众朋友 就是说 我们其实任何的行为 任何的玩笑 都有可能对对方造成伤害 那并不是我们认为说 我们觉得这样 没什么就没什么 那以 这个礼拜发生的 这个学校里面的 性霸凌的案件 就是如此 那未来的话 检察官 如果介入了 或者学校在性评会里面 对这个事情 做出惩处之后 那 对这些学生 不可避免 都会造成一些伤害 但无论如何 千万不要认为 以前可以做 为什么 我现在不能做 这个观点是绝对不对的 因为法律在改变 社会风气也在改变 那没有所谓的 一定对 或一定不对的东西 这个部分呢 其实都要 时时刻刻去检讨自己 那不要犯下 不应该犯的错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想今天就跟 各位听众朋友 先说明到这里 广告后来 我们开放call in 我们电话号码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 新闻台每周晚上 播出的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接下来 接听我们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要请第一位 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李律师你好 你好 我请问一下 那个劳工立价 津贴的事情 是 那个举例 一个月六万块薪水的劳工 他平均一天是两千块 那以周休二日的话 公司规定 一个月上班四天 加班四天 那是强制规定的 是 那加班的那四天呢 就应该以 如果照算的话 是一天两千块的 立价津贴 但是公司他不给你两千块 他只给你八百块 是 那这样可以吗 公司可以这样做吗 不行啊 所以你要到劳工局去申诉 大的公局申诉 对 那如果公司说 那你全部上下 每个人都经理 总经理都一样啊 总经理跟我们不一样哦 总经理 他比较类似委任关系 他不是雇佣关系 在法律上来讲 总经理 讲的难听一点 有的总经理 是没有加班费的 因为你是委任嘛 委任关系 他不是劳工啊 你说他保劳基法 那是他志愿要加入劳基法 我们开个方便给他而已 不代表他是劳工 所以你要区分清楚 我们是劳方不是资方 那他如果拿这个来跟你讲 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 也不用跟他辩啊 你就是 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 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证据 你可以跟劳工局反映 那申请调解 只是说你要记得 这个事就是跟公司闹翻 那公司以后势必会刁难你 所以说这个部分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那当然我会建议说 该争取的权益 都要认真去争取 但是其实这个部分 就是反映出工会很重要 因为如果有工会的话 工会干部就可以 对事不对人去处理 可是现在在没有工会 如果很多公司 他是没有工会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就会变成什么 对人不对事 他就是盯你 那这个你要自己考虑就是了 只是你如果问我 公司这样做合不合法 不合法 你应该要去争取 那我再请问你 那如果我离职了之后 那我是先向劳工局申请调解 先向劳工局申请调解 因为通常公司会怕被罚缓 对 那我离职之后 像这个有时效性吗 时效性 什么样的时效性 那个申请调解 申请调解的时间 没有你就快去申请就好了 你离职半年一年都可以 只是说如果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 它会有一个短期时效 就短期时效是说 如果你这个是所谓的 比较每个月 每个月都要给付的话 那你知道必须要在五年之内就要跟他要 五年之内OK 好那我知道了 好考虑一下 再见 好那我们邀请下一位叶先生 叶先生你好 李律师你好 那个五楼就工艺没有管委会 那那个假如五楼漏水的话 是由五楼负责 还是由全体上下的住户负责 谢谢 好五楼 讲到漏水这个就有点复杂 现在漏水是这样 没有管委会 有没有管委会 其实都不是重点 应该是说你漏水的部分 我们分三大块 一块是 我们自己这个楼层要负责的 例如说我们的管线坏掉 一个是别人的楼层管线坏掉 一个是大楼的公共管线坏掉 有这三种管线坏掉的可能性 原则上 如果第一步的话 我们都是去鉴定 鉴定什么呢 鉴定说到底是哪一个楼层出现问题 那这部分呢 其实通常我们都要先做检查 请抓漏的师傅来检查 那么有些住户就会说我拒绝 为什么拒绝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对我家造成影响 那这个部分就可能要诉诸法律啦 因为公益大下管理条例里面有规定 这个部分是一定要检查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对方真的拒绝检查 我们就直接提告 那因为你不检查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那我们可以要求说 对方要有开门的义务 开门让我们进去检查的义务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如果对方邻居很配合 他就说好啊好啊你上来看啊 因为这毕竟漏水其实很痛苦 尤其这两个礼拜 台湾一直下雨 那下雨的情况之下 真的漏 外面大雨从室内小雨 那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我们都会说 好啊那我们就做一个检查嘛 那做一个检查之后呢 如果验出来 假设是楼上的管线有问题 那楼上的住户就必须要维修 我们的管线有问题 我们维修 比如说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提到说 那如果是公共管线有问题 那我们没有管委会怎么办 那没有怎么办啊 就我们假设一二三四五楼 对不对 那就我们五个住户要共同承担嘛 那这时候谁是原告 我们是原告 那其他四位住户就是被告 我们就连这四个住户一起告上去 那如果说今天是 有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 那你就告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 也就是说公共管线的部分 就叫大家一起来处理 所以你会有三块 但是呢 这最重要的事情是 一定要先厘清楚 所以先厘清楚说 到底这个部分 它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当你厘清楚之后 才比较能够去判断这样的问题 那判断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会有维修 维修修缮的部分 那维修修缮的部分呢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我们讲说要把水管修好嘛 那这个水管修好的部分 当然看是多少钱 看谁错啦 那那个部分就请他自己去修缮 另外一个就是漏水所造成的损失 那这个漏水造成的损失呢 一般来说 大概就是我们要估一下 那个估加单啦 那这部分可能也是请 就是抓漏的师傅来估 除此之外 自己家里面因为这样而坏掉的东西 也可以请求損害赔偿 只是这部分很麻烦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电视坏掉 电视因为漏水坏掉 电视坏掉到底多少钱呢 这个部分可能法官会要求我们提出发票 那这部分大概都不会保存 所以只能够借由推论的方式去推说 我们家哪些哪些哪些东西坏掉 因此呢当漏水的时候一定要拍照 拍照纯正去证明说 我们家里面有哪些东西 那在诉讼还没结束之前 可能有些东西要留着 因为可能要估价 那这部分就是我们讲说 所谓的管线的维修 跟所谓的漏水 漏水所造成的损害 去请求损害赔偿 好 那再来 能不能请求精神赔偿 很多人对这事情有兴趣 他说 我被这漏水折磨死了 因为就是说当漏水的时候呢 其实就 很麻烦啊 然后要必须 可能要协商啊 要提告啊 然后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呢 这个部分不行哦 我们精神赔偿哦 其实 这个法律上名词叫做精神卫福经啊 精神卫福经规范在 民法195条里面 也就是说 只有民法195条规范的 受损的范围才可以请求 好 什么样情况受损可以请求精神赔偿 就是精神卫福经 身体权 健康权 这个名誉权 隐私权 征操权 信用权 等等 那财产权 可不可以请求精神赔偿 不行 所以 以前常常开玩笑讲啊 说 我有一只小狗 跟了我十年 结果被邻居打死 我可不可以跟他请求精神赔偿 这狗赔我十年 不行 它是合不合理 这个 有时候见仁见智 但是 法律上来说 民法195条 对于财产的损害 确实是没有办法请求精神赔偿的 这个提醒天后没有注意 好 那就是漏水的部分 来我们邀请下一位陈仙 陈仙你好 那我那个房客 他有欠我出席 他现在有开一个本票 对 他那个本票上面 好像没有写地址 那我现在这个票 可以拿到哪个法院去裁定 那我问你啊 你跟他租岳的时候 有没有他身边在银本啊 他 我讲的是 他身边认为上是个地址 跟他那个 我去法院 之前早期那时候去法院 他就说他的地址是在区公所 他已经被 他已经被 户籍已经移到区公所 所以他不是拿正本的身份证给我 他是拿他自己 引印好的那个地址给我 对啊 他原来那个地址 他在金山某个地址 金山某个地址 他现在应该被签到金山区公所了 对 没关系 一样啊 你一样做本票裁定啊 我意思是想说 这本票还用 我要拿 拿一个地点比较适合 拿一个地点哦 他既然户籍在 你可以用两个 一个就是说 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跟他 你的房子在哪 在金山吧 没有 在台北市 台北市哦 好啊 那你可以在全发生的地方 在台北市 他开立本票 如果我到金山管辖法院去裁定也可以吗 如果他户籍现在在金山的话也可以啊 哦那我知道 因为这个是个输送技巧 那等一下 那你要到金山 金山的管辖 好像 在基隆 基隆耶 对啊 我知道啊 那你要到 他跟他玩啊 他跟他玩啊 他就这样跟我玩 我也跟他玩啊 这不好玩啊 怎么会好玩 我有时间啊 你有时间啊 他在玩 他有一个问题啊 他搞不好也很有时间啊 连工作都没了 他时间也很多啊 没有没有 因为我有在注意他的FB 哎呦 他 你还有注意他的眼神啊 没有追到的 他每天都 他每天都在上面吃吃喝喝吗 对啊 吃吃喝喝啊 哎呦 这么开心 我很不高兴啊 没有 做人这样没成绩 那押金扣掉了没 都扣掉了啦 是不是每天 他出去玩呢 反正就跟他玩嘛 好啦 他搬走 他搬走没 搬走了啦 搬走 搬走算不信中的大幸啊 他给你站着 一直不回全 所以大幸已经解除 可是现在后续还是要追啦 好啦好啦 不要太伤神啦 好不好 那我再问一个 应该 你刚才讲到一个漏水问题 如果是楼上的房客啊 哎 他在朱约期间霸占我的房子 可是那房子刚好漏 朱约期间为什么是霸占你的房子 他 呃 这样讲没有 如果他 呃 他没有付 他如果 没有付租金 合约到期 哦 合约到期 没有付租金 哦 哪一种 反正他不开门 让我进去修水管啊 等一下哪一种 是租约到期 还是没有付租金 呃 我直接这样问啊 还是你是假设一个情况而已 就是你刚才讲的漏水问题 如果是房客造成漏 他 就是 房子现在在房客手上 然后他 你不能随便进去哦 你还是不能随便进去 他不愿意开门的话 你不能随便进去啊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会有入侵住宅问题 那你只能提告了 你还是只能提告 很好笑的 什么提告什么 到法院去提告啊 就是请求 请求他根据公益大校管理条例 开门让你进去维修啊 然后这个法院就会传他啊 就这样子啊 你还是只能做这样的处理啊 哦 如果是 另外两种 一种是 朱约到期 一种是 朱约没到期 都有差吗 都一样一样一样 你朱约到期 他不走 你一样不能够强制这样子对他 你进去 对 以公益大校管理条例去提告他 那我将来写朱约的时候 可以写上这一条吗 可以啊 你可以要求他要写啊 就是说万一有发生漏水 说对方要嘛就是 无条件解约 要嘛就是 无条件解约不好啦 你就说叫他同意 你可以进去就好了 那有的 有的房客会很讨厌 他认为他倒了 他说 你要让他讲说 等一下 朱约上面有写啊 不说 不收他那个违约金啊 就是时间到几号就收到几号啊 那你就跟他写说 你如果真的有发生 楼下跟我反应漏水的情况 经查证属实 那你必须要让我进去 如果没有进去的话 那可能一个月 就是可能我会 征收你什么罚款多少 大家讲好就好了 拿去公证也是一个办法 罚款或是无条件解约 就是都写上去啦 对啦 该写清楚写清楚 有的房客他不喜欢你去 他不喜欢你被他打扰 要处理 不然只会损害 可是我还是 我是有承认 我是不是考到房客 因为我上次的经验 是不是很糟糕 好啦 系列小心一点啦 OK谢谢 OK好拜拜 房东难为 房客也难为 这世道就是 注意法律啦 双方把契约讲清楚 好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开放call 1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吕秋元 节目现场 我是吕秋元律师 那我们开始来 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要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我十年前有跟人家买一个房子 它是有顶头加盖的 然后我最近要把那个房子卖掉 然后卖掉的时候 有加盖的那个部分 因为里面有点 浴室有点漏水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付钱给他 他有找到师傅来看 估多少钱 然后就付给他这样子 那后来这个新的买主 他去买了那个 去找人修理的时候 发觉说里面的 好像说 我的那个拳手 他当初在做那个 里面的田通物 还要给他放 不是说放水泥这样子 所以造成会有一个 额外支出的一些费用这样子 那为什么拳手会这样 因为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也不晓得他怎么做这样子 你没问他 那你可以问他 但是那个十年前 那个屋主 当初卖我的 现在也找不到这样子 可是你这个部分 也已经超过五年了 也已经超过五年 可能他的瑕疵担保期间 好啦 就算不要讲瑕疵担保 加 我们讲说 他是一个侵权行为好了 侵权行为 从事实发生起 十年也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所以这部分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那所以说政府应该就变成 我要付给那个了 就我卖给他那个人这样子 对啊 因为时间太久了 超过那个时效了 是啊 就是到底是侵权行为 发生起 就到底是侵权行为 还是所谓的 我们讲 在法上的瑕疵担保 他可能时效都超过了 对 那边我们买发生 也说 哇 那因为我们也不是专家 也没办法说 那么详细的东西这样子 但是我又说 好像我又觉得 我蛮无辜的 是啊 当然就很无辜 但是基本上 法律有他时效的问题 他说十年都没有问题了 你现在来跟我讲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的说法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就考虑一下 好吧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律师好 你说 我们是碰到 我们住在公寓五楼 然后四楼呢 就是骚扰 什么骚扰呀 噪音啊 对 通常大概都是 晚上睡觉了以后 你快睡着的时候 他就有一些声音 那你有问过他吗 他都不承认 我们起先以为是左边 后来左边沟通不是 右边也不是 甚至我们隔了后面的一道墙 不是隔了一个防火像 五楼都不是 最后才发现是 我们的楼下 那怎么办 那你问过楼下了吗 问过了 他不承认啊 然后我们也请我们这一栋的那个委员跟他沟通 请我们隔壁的先生跟他两人一起去沟通 他就是不承认 我们本人跟他沟通 我们本人跟他沟通他也不承认 嗯 那甚至搞到后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忍耐 嗯 因为这个时间大概已经超过了快二十年了 啊 什么意思 你平时被他沟通快二十年了 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忍不住了 是 我们就会有比较比他更强烈的回应 这个倒是有点麻烦 因为没有承认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找其他人来看 呃 现在我们的情形是 曾经有警察来过 那他有当场听到吗 不是 警察来了以后到他家去 然后呃 可能会发生的两种状况 比如说打鼓的声音 嗯 流转水龙头的声音 然后这些呃 现场去听的时候 虽然听不到 呃 因为他他把东西藏起来了 但是水龙头的正好在转的那天 他水龙头本身坏掉了 我了解 可是我现在能跟你建议哦 因为时间有限 我简单跟你建议一下 对 我建议您呢 就是呃 直接就是找里长 哦 或是找 因为你们可能没有管理管理管理会主委啦 哦 你就找 有主委 好那你就找主委 或者里长 在晚上的时间来听 哦 请他劳烦一下跑一趟 然后听了之后呢 将来可能就拿来当作证 请他当证人 你可以直接到法院去告他 这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已经讲那么久了 但重点 我目前是 我目前是大概收集了录音大概差不多收集了大概有 对 最好找一下证人能够证明哪边 好不好 因为你200笔只能证明可能有点吵 但是能不能证明什么还不知道 是是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建议你找一下 以前我也建议过类似的 你找一下公正的第三人来听 然后确认是哪一边 然后我们再来做处理 这样可能会比较能够确定被告 好不好 是是是 那时间的关系 我想只能先跟你解释到这里 有问题我们下周我们再来讨论 好谢谢你 OK拜拜 好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 谢谢各位听我们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